捐助基金耶 啊 營業非營業基金耶 大概在整個這個審核過程裡面 大家都明文寫得很清楚 立法院的主決也寫得很清楚 哪怕是捐助20%以上 甚至監察院都已經明文糾正 這樣的一個財團法人所屬的基金 應該透過預算法把整個預算結算 納入預算裡面還要送給各個委員會審查 然而呢 行政單位老是默示法令已無誤 而且 啊 便宜行事 甚至呢 今天排定的議程 上個桌子已經敲定了 昨天下午才急急補送這個預算書 那其他還幾份甚至沒有官房 隨便亂呼嚨的一個這樣的預算呢 我們認為 這個對本委員會 不禁也不擅盡整個行政責任之實以外呢 我們認為應該擇其再審 那麼另外呢 對於其所屬的基金 還沒送進來的 應該一併裝訂成冊 按照整個程序 按照在審查 那基金預算或是預算的程序呢 由行政單位向本院的程序委員會提案 經院會交付下來 我們委員會才能審 這樣的一個明文規定裡面 白紙黑字寫得很清楚 我們希望行政單位不能濫權更致呢 便宜行事 所以我們本席呢 附和也動議 今天的這個 財產法人所屬的 農委會所屬的這樣的一個基金呢 擇期再審 整這個行政程序補足再審 好 恩委員請